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导致血液里的水分不断流失 从而造成血液粘稠度过高 直接导致身体供血出现问题 供血不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四肢麻木 二 流鼻血 在脑溢血发作之前 大多数患者都会出现流鼻血的症状 如果流鼻血的情况持续有一段时间 一定要及时就医 警惕脑溢血的发生 另外 高血压患者的指甲盖上 如果出现很多红色的小斑块 也需要注意很可能是毛细血管破裂导致的 三 头痛 高血压患者出现头痛 是因为血管流通不畅 出现了堵塞的情况 头部供血不足感到头痛 脑溢血导致的头痛 最开始只是清温短暂的 时间稍长 就会出现持续修用的头痛 甚至还会看不清东西 生活中若是经常出现天旋地转的现象 但一会儿就好 医学上称之为眩晕症 多出现在老年人身上 部分患者会伴随胸闷心慌呕吐等全身症状 下面教大家三个调理眩阴的小方法 一 按摩风驰血 风驰血位于后颈部 后头骨下两条大筋 在外缘凹陷中 与耳垂齐平的地方 每天按揉三到五分钟即可 风驰血具有轻力头目 通畅气血 疏通经络的功效 常按摩此血 可以改善头部的血律循环 从而改善大脑的缺血缺氧的症状 二 手指梳头 由前发际缓慢梳向后发际 边梳理边揉擦头皮 每天早晚喝一次 每次10到30分钟 力度要适中 使头皮有热胀的感觉为宜 经常用手指梳头 可以促进头部血律循环 对调理头痛眩晕 具有一定的效果 三 热水泡手 当头晕发作的时候 可以用稍微烫一些的水来泡手 水温以自己的耐受度为宜 一般泡20分钟 泡手可以使手部的血管扩张 这样脑部的供血负担就会减轻 头晕的现象也能缓解 哎呦 又降温了 天气天冷 手脚冰凉 阳气不足 该咋办 人体手脚各有一个生阳穴 长按柔 身上就不冷了 一 阳池穴 阳池穴在手腕背面横纹的终点处 可用大拇指指尖垂直按压阳池穴 每次按压数分钟 已有酸胀痛的感觉为宜 阳池穴归属手绍阳三胶经 长按磁穴可生发阳气 沟通表里 形弹散结 有辅助治疗 头痛 口干 手脚冰凉等作用 二 泳泉穴 足底第二三十股缝 纹头端与足根连线的前三分之一处 每晚睡前 手掌伸直 用手掌快速对搓此穴 直至脚底发热 或是早晚用双手自然轻缓地拍打泳泉穴 已感觉到热为佳 泳泉穴属于肾静 长按永泉穴还可以消除疲劳 增强抵抗力 对缓解 和预防感冒失眠 两脚冰凉等有一定作用 好了 聚餐不断 大鱼大肉吃多了 肠胃负担难免加大 要想吃的健康 蔬菜是必须可少的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冬天吃的蔬菜 它们的滋补作用可不比肉差 茴香 补肾菜 茴香属温性 中医认为茴香能温补肾阳 冬天怕冷 手脚冰凉的人很适合吃 茴香还能暖胃 健脾 入消化 脾胃虚寒 平时容易腹痛腹泻的人 可以适当吃点茴香 调养调养 包饺子做汤都可以放一些 枸杞叶护干菜 很多人只知道枸杞养生 却不知道枸杞叶也是个宝 枸杞叶有养肝明目 补肾易经等补益作用 枸杞叶性偏寒 能清热降火 冬季易燥 如果经常上火 牙疼眼干 就适合吃点枸杞叶 卷心菜养胃菜 卷心菜是一种养胃的好食材 卷心菜中的维生素K1和维生素U 含有的抗费阳因子 有保护胃肠粘膜 修复受损胃肠组织的作用 常吃可以预防胃病 缓解胃部不适 卷心菜还有防癌的作用 经常使用能降低乳腺癌 前零腺癌 膀胃癌的发病率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每一个都是不好惹的主 为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迎接新年 下面教大家一日三餐如何吃 帮你边吃边酱三高 早餐 主食 馒头 荞麦面包都可以 腐蚀 核桃15克 牛奶泡燕麦 牛奶200克 燕麦片30克 水果 半个苹果 早餐营养丰盛 热量低 午餐 主食 粗粮米饭 可以吃红薯饭 糙米饭 配菜 豌豆 木耳 豆腐干 准备豌豆 70克 木耳50克 香豆腐干 30克 用花生油炒食 下午茶 用15克 黄豆 榨一杯豆浆 晚餐 主食一碗八宝粥 配菜 蒜蓉 西兰花 鸡蛋羹 餐后水果 柚子 这样的三餐营养价值高 蛋白质 维生素 碳水化合物 膳食纤维 都摄取得很均衡 又不会使血脂胆固醇含量升高 很适合降三高的人群使用 但如果 饮食下面这三种人 劝你还是忍一忍吧 一 乙肝患者 患上乙肝后 肝功能已经受到实质性的损伤 肝脏各种酶的活性降低 分泌量减少 影响肝脏对乙醇 乙醛的解毒功能 即使只是少量饮酒 也会直接损伤肝细胞 使肝脏受到进一步破坏 若是不加节制的饮酒 那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 二 尿酸高的人 酒精属于高平龄的食物 会使体内的尿酸升高 还容易使体内的乳酸堆积 对尿酸排出体外有抑制作用 肌意诱发痛风 无论是啤酒 白酒 尿酸高的人都不建议饮用 三 心血管病患者 酒精会使血管扩张 心率加快 诱发心脏病 及其他心血管疾病 尤其对于心率不齐的人来说 加速心脏跳动并不是什么好事 很容易导致心脏病病发 酒精还会导致血压升高 血脂调节异常 以及血糖不稳定 对三高患者来说 甚至有生命高升高 还是浅尝折质为好 油腻食物 春节避免不了大鱼大肉 但常吃这些油腻食物 会导致血糖升高 导致胰岛素的抵抗能力减弱 引起血糖升高 加重糖尿病 爱吃油炸食品的朋友 也要注意减料 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中含有大量的糖分 尽管身体的运转 需要一定的糖分支撑 但每日摄取的饭菜当中 糖分已经足够身体所需了 若是常喝碳酸饮料 导致体内的糖分增多 就会迫使体内释放更多胰岛素 来将多余的糖分代谢掉 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 零食 现在很多零食含糖量都很高 像饼干 奶酪 果冻 糖果等 糖尿病人还是少吃为好 以免血糖升高 若是嘴馋 可以适当吃一些水果 如苹果 柚子 迷糊桃都可以 好了 胆固醇升高 导致患有高血脂症 这也不敢吃 那也不敢吃 日常除了多注意饮食 还可以通过血胃来保健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 两个具有降血脂功效的血胃 一 蜂龙穴 蜂龙穴位于人体小腿的前外侧 外怀心上九横指 按压时有胀痛感触及时 食指指腹 安柔35分钟 力度适中 感到腿部发热为宜 早晚各一次 蜂龙穴属祖阳明胃精 安柔此穴具有 和脾气 化痰湿 清晨日的作用 除了能够降血脂外 对环节 呕吐 头痛 眩晕 痰多等也有很好的效果 二 玄中学 该学位于我们人体的脚腕处 外怀尖上三寸 肥虎前缘的位置 可以用拇指指腹 顺时针方向 按揉此学 三至五分钟 或爱久此处 五至十五分钟 玄中学属 五足阳明胆精 它作为我们人体 非常重要的一个血位 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调和气血的作用 尤其缓解高血脂症 效果更加还能辅助降血压 显重吗 经常腹胀 腹胀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消化不良的表现 但经常喝酒的人 不要掉以轻心 可能与喝酒导致的肝皮肿大有关 需要提高警惕 酒后腹泻 饮酒后会出现腹泻的症状 可能是由于肠壁水肿以及寄生虫感染所致 常饮酒者喝酒后出现腹泻 检查脊菌肝 食欲减退 食欲不振 首先想到的就是脾胃不和 但其实这也是酒精肝的一种常见症状 若是饮酒后食欲减退 同时伴有恶心呕吐的现象 可能是肝功能受损 形成腹水引发的 右上腹部疼 若是身体右上腹部出现疼痛 则说明肝功能可能遭到了破坏 酒精肝导致肝细胞坏死周围产生的炎症 还是记住吧 好了 明以时为天 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 吃得好 吃得对 身体也会健康 但你吃饭的方法 若是打开的不对 身体也会被你吃坏的 看看这些吃饭的标准 你打标了吗 两餐间隔4-6小时 人每天需要吃三顿饭 若是两餐之间间隔太长 会由饥饿导致肠胃出现问题 时间太短 食物还没有消化完 又要工作了 食物在肠胃中停留的时间 约为4-5小时 所以合理的两餐间隔为4-6小时 吃饭先喝汤 建议在饭前先喝一碗清汤或是温水 有利于缓解饥饿感 还可以提前使消化系统进入工作状态 更有利于食物的消化系统 细嚼慢咽 慢慢吃饭消化再好 每吃一口嚼15-20下 每顿饭吃20分钟以上 胃液才能够充分分泌 让食物更好吸收 还能及时阻止我们吃的过多 饭后半小时喝水 饭后立即饮水会增加胃压 影响身体健康 还会冲淡胃炎 所以建议大家饭后半个小时再喝水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或者点击屏幕右下方了解更多 让我们来看看